哈囉大家好 我是丁丁 今天我們要來講到韓國最新的更新內容 首先我們這個影片提到的就是龍鬥士跟王族的技能更新 好他這裡面雖然只出了部分的技能 但是我們依舊可以從裡面獲得許多新能力的資訊 一起來看一下吧 誌霸戰場的血色魅力龍王覺醒 好往下看 直接進入重點 龍鬥士新增第二經濟阿修羅 以哈爾巴斯之力蘇醒召喚救急之刃進入失控狀態 召喚的刀刃將會束縛多個敵人 並在期間內犧牲目標的生命力恢復自身的血量 好從裡面的說明我們得到哪些資訊呢 第一個會進入失控狀態 類似狂戰士的狂暴 第二個會有束縛目標的效果 讓對方無法移動 能不能傳送不確定 第三個會造成複數攻擊 第四個能力就是會吸收目標的HP 並且恢復自身的HP 這是從字面上能得到的資訊 那他的傷害如何呢 等到出來之後才會知道 好第二招新的子技招架 它是一招被動技能 使用鎖鏈劍採取防禦姿態 並擊退或反射物理攻擊 格擋狀態下被擊中的動作會被解除 僵持的抵抗力會增加 當發動致命格擋時 攻擊會反射給目標 打破敵人的攻擊架勢造成脫標效果 從裡面我們可以知道 他類似一個進階的反平 然後他的能力有兩個 第一個是被攻擊的時候有機率無視僵直 就是你可能被打不會僵直 不會定住 第二個能力是會造成目標脫標效果 好再來看下一個技能 這是原本的技能更新後 龍之精通 覺醒光龍奧拉奇莉亞之力 可以同時操控兩種龍之力 都是跟妖精一樣選擇雙屬性 這招技能被我完全精準的預測了 雙屬性將會是龍鬥下個版本的主流 好再來看下一個 新的白技系統失控 受到哈爾巴斯詛咒而吞噬的鎖鏈劍變得更加瘋狂 進入失控狀態 失控狀態時鎖鏈劍的傷害會增幅 武器射程會增加 蛤還會增加 消滅敵人時技能冷卻時間大幅縮短 好從字面上我們獲得的資訊有哪些呢 第一個會進入失控狀態 類似狂戰士的狂暴 第二個傷害會再增幅上去 第三個能力是武器射程會增加 龍鬥士我們知道他本身是鎖鏈劍兩格 學了龍之精通後會變成三格 加上這招的說明是否意味著他的攻擊距離 有機會突破到四格呢 不確定 但如果是真的的話 那實在是太誇張了 一個近戰爆發型的攻擊 竟然到了四格 妖精會被切爛 我只能這樣講 第四個能力是擊殺冷卻效果 這就是龍鬥士的更新 從更新上面我們看得出來 龍鬥士將會變得相當的暴力 而且還有反制近戰攻擊的能力 直接往下看 王族我們的荒魂究竟能不能因此翻身呢 來看一下吧 王族新增第二經濟凱撒 以至尊之力制服敵人 並指揮敵人攻擊自己的盟友 這招技能講得很文周周 我直接把他白畫一下 就是魅惑效果 把敵人變成自己人去打他的盟友 可是就類似反向嘲諷 我們嘲諷對方 然後反擊去打自己的盟友 類似概念 至於這個秒數多長 或者是 反擊的狀態如何 不確定 能不能夠相消呢 也不確定 所以等到出來之後才知道 目前看起來像是一招看似沒用 但要測試之後才知道有沒有用的技能 好第二個技能 這是舊技能更新 新名稱叫做召喚盟友 原本的說明叫做帝國召喚 好他能力是召喚 同一地圖內的兩名血盟成員到自己身邊 就這樣子 好不知道能力幹嘛的 好 第三個技能是 也是原本的宏祭更新過後 叫做真實目標大師 增強真實目標的效果 向附近血盟成員發出攻擊命令 就是一個強化精準目標的效果 好王族新增的白技尊嚴 的確王族需要個尊嚴 說明是 習得皇家匕首的技術 攻擊池有一定機率發動雙擊 如果目標是NPC就是怪物的時候 則會造成範圍輸出 這個能力就是王族的範圍PVE技能 白技裡面 所以以上的更新就是王族的 老實講王族並沒有翻新的非常亮眼 第一個他的坦度沒有提升 第二個他雖然有範圍AOE 但是他背的併區要綁定 超級短的匕首 不能再拿兩格的毛攻擊 也不能拿單手劍攻擊 匕首你們知道匕首的基本傷害就是較低的 所以拿匕首AOE的話 其實效能 不確定會比較好啦 雖然攻速提高了 所以王族在這個版本我相信應該 不會差距太大吧 可能除非等他後續的新其他技能更新 完整資訊出來之後才會知道 目前放出的資訊就是就這樣子 然後這邊有說明9月20號 殘酷的力量將戰場染成血紅色 龍王正向你走來 OK我們可以拭目以待9月20號的改版囉 好這支影片獻給大家希望你們會喜歡 如果之後有最新的資訊我將會同步更新 我是丁丁 感謝你們收看 記得幫我點個訂閱點個讚 我們下支影片再會 拜拜